我生气 你生什么气 我觉得你成本也太低了吧 一瓶强爽直接给我干 就一瓶强爽就 就拿走了你的第一次是吧 嗯 如何一约拿下无信经验女生 哈喽兄弟们 我是Mike 当天搭讪 当晚女生便主动为我奉献了她的第一次 那么约会成本 竟然只用了一瓶啤酒 那我先说一下我怎么跟这女生认识的 这女生是我当时在太古里搭讪认识的 当时她和她的闺蜜 正在跟店员买东西 我本着毫不犹豫的原则 就直接上去要了她的微信 当晚她便跟我一起愉快玩耍 从认识到TD 全程仅用了四个小时 那么想要认识到TD的完整聊天记录的兄弟们 可以添加我个人微信 MikeJDS 向我本人领取 添加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个性签名 OK 那我们开始上干货 首先我们第一点叫做 约会过程中 不要做过多的这些助 就是我们很多人 他们可能看了我Mike这些视频 他觉得 OK 约会不就是到处摸女生吗 摸摸摸摸摸摸 但并不是这样子 你们看到的 我去摸这些女生 我本身上是在干嘛 在做服从性测试 在做服从性累积 她并不是我的本意 去触碰她 如果你们认为约会 只是摸摸摸摸 你们没有去建立吸引 那会导致你的约会 会更像是一种开游 所以说 我们该怎么样去 适当地建立肢体接触呢 其实是我们已经把吸引 给建立完成之后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去进行肢体接触 做服从性累积 像我上一期约会 实在案例里面 我是有讲 我们该如何去肢体接触 我们该如何带走女生 第二点 约会过程中 通过聊天去判断其属性 这点非常重要 我认为 判断属性是发生于 肢体接触之前的 因为很多兄弟们 连属性都不判断 直接去摸对方了 那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 这容易犯错 容易让女生下头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 先去筛选对方的属性 那么我们这一期案例呢 这个女生 她其实是一个 短期属性的女生 但是她没有性经验 这可能对于很多兄弟们来讲 非常的反直觉 但确实如此 因为有一部分女生 她们对性是渴望的 但她们生活中 就是没有遇到那种 充满性章力的男人 让她产生欲望的男人 所以说 我们不能仅通过性经历 来判断对方是有 短期属性和长期属性 我们应该看到 对方的欲望 欲望值有多高 那么这个女生 我在跟她约会过程中 我是能感觉到 她是非常非常的 有性欲望 只是她平时 她生活中都是一些 你可以理解为 都是一些 没有太大性章力的男人 以至于 她没有人能勾起她的这个欲望 那么在我判断出 对方的一个属性之后 那这个时候 我的肢体之处 我的一些进攻 我就会变得非常的放松 非常的chill 那么对于女人来讲 也是非常的松死 非常的自然的 第三点 就是私密空间调情 那么私密空间调情 这个点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其实是 真正能去勾起女生 性欲的一个关键点 很多人认为 把女生带到家里 就万事大吉了 但并不是 有些女生 如果你在约会过程中 你没有去挑动 她的信誉 或者是给她的 兴趣程度 拉得很高 那这个时候 你去了私密空间 你会发现 她可能在你家 是非常拘谨的一个状态 她是不是放开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该在私密空间 进行一个调情 调情更多的 就是在情绪上 和氛围上 去拉伸到她想要 我一般会在家里面 准备一个歌单 这个歌单 都是一些 让人听起来 是非常有性欲望的音乐 个人来讲 我是比较喜欢放R&B 那我们讲第四点 私密空间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解除她的顾虑 为什么要解除她的顾虑 因为这个女生 她其实是个保守女生 她是个无性经验的女生 无性经验的短期女生 她们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其实无非就是 我跟你做爱的时候 我会不会痛 那么我希望兄弟们 准备好一瓶润滑油 在家里 像我的润滑油 就直接放在我客厅的茶几上 女人只要跟我坐在客厅上 她就会知道 这个茶几上有一个瓶润滑油 那么她就会知道 如果跟你发生信 她不会痛 当然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 至少我是这么做的 我知道女生在问我 为什么会有瓶润滑油的时候 我知道 我该有我的说辞 我该有我的借口 但我希望兄弟们 在家里面也要常备润滑油 或者你买的那种避孕套 是那种特别润滑的 你到时候可以跟他讲 我没有关系 我的避孕套 它充满了润滑剂 那么还有一个点 就是女生她可能会问你 你这个男人会不会有性病 那么女人会问你 这个男人有没有性病 我觉得多半就是出于 安全感不足的一个考量 你可能在跟他约会过程中 你没有传递出 你足够多的一个人设 他可能对你并没有那么的了解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得表达态度 你就得告诉他 我非常的洁身自好 这点就非常重要 那么可以很大程度上 解除他的顾虑 那其实女生问这种问题 更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在思考你这个男人 有没有标准 如果你在前期约会过程中 有把标准传递到位 那么他在后期私密空间 他大概率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建立标准 也是一个破解他顾虑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那我们干货就讲到这里 我们开始看实战画面 我给你讲 我初中的时候 我怎么追求女生的 我初中的时候 我很喜欢我们学校里的 一个日本女生 然后我就那个画画 我一直画佐助 就画 因为他喜欢活影忍者 然后我就画佐助 佐助太会装逼了 我真的不喜欢他 但是我就一直画 因为他长得挺帅的 然后就画他 然后送给他 每天 鸡铺是每天送一张 我直接送了整整两年 结果没有拿下他 我去表白 你知道我们一般遇到这种心理吗 就是之前有个人 他给我画画 然后就每天画 然后画的我当时 我就觉得他有病 我真的真的觉得他有病 好吧 我觉得很烦 因为我就是对了没感觉 然后他每天各种各种各种 来那种 然后他朋友 我跟你讲 你知道我送话的时候 你送了吗 就是那女的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敢表白 那你真的太怂了 我那时候很怂 我不敢像今天这样 直接过来跟你讲话 我那时候 你当时就是过来 你当时把我吓了一跳 我以为是销售 哪有销售走这么近的 那肯定不是销售呀 没有啊 我之前一个路上碰到十几个销售 一直一直各种各种 反正就是让我这个让我那个的 给我吓得不停呀 OK 我当时就是 反正我如果当时有当今天的这个勇 就勇气去过来认识你 也许 也许就 也许就有机会 但我当时我很怂 你知道吗 我疯狂送话送两年 然后最后一天选择表白 就是那个大 就是初中要毕业了 我选择去表白 结果那女生就 就我人生中第一次搭讪 人生中第一次搭讪 我跟她说 那你还跟我说 你今天跟我说的是 你没有搭讪过女生 那个 我搭的是 我确实搭过 就屈指可数 你知道吗 那你也是骗我对不对 我没有骗你 我今天今天刚 就是当时你说的时候 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 但你要说那个算搭讪 其实也不是算那表白 因为这女的是我暗恋很久了 嗯 对不对 我暗恋她两年 我终于去表白了 那如果不叫她是好 那我就要表白 OK 那表白死得可快了 我就刚说 就是刚说就我过来认识你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怎么直接跑了 我猜 吓了就谈了吗 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当时我那哥们还在旁边说 兄弟你已经成功了 我说为什么成功 他说不管你表白成功还是失败 其实你已经成功了 OK 然后我就 嗯 后面我就以为 我还真以为我成功了 就跟他聊天嘛 找找他聊天 结果结果他说 他给我发了个 他给我写了个纸条 我很开心 我打开一看 他说 我觉得我们不 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你 或者是我 我觉得我们还不是很熟悉 然后 差不多的意思 就我们做朋友吧 你还怪纯爱的 你给他 我当时真的很纯爱 我跟你讲 我继续纯爱 那我 我更纯爱 我之前那个叫什么 我就谈两年 那个 之前我们两个是 他在我隔壁班 然后他还是实验班的 就每天给我写小纸条 然后我当时 我贼纯爱 我看这个小纸条 我都脸红 真的 真的吗 对啊 那你们会谈两年 手都没牵过 牵过手 OK 就 没有接过我 没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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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确实很纯 那确实啊 因为 怎么说呀 嗯 我当时还在绿我的时候 我当时都不敢想一想 我当时中考的时候 我只今天晚上 好像是 三年多钟 都还没睡着 嗯 第二天直接喝咖啡喝吐吐掉 真的是 我就想不通 我就是怎么说呀 我真的 特别想不通 我说怎么会被绿 这么惨 嗯 被绿其实挺惨的 等你被绿你就知道了 哎我早就被绿过了 我已经我已经就是 其实我现在我不是很在意这种事情 因为我觉得是 就他绿我 但是他自己的选择跟我没关系 你 那你不是挺惨的吗 你都被他绿了 啊 没办法 有的人走路上还能踩到大便呢 你会踩吗 就一不小心踩到链 对不对 有的时候 那就当他是否大便了 嗯 差不多吧 我觉得还好 其实我一般不会去恨什么钱人什么的 我到时候对他已经 反正不怎么提 提起来就说两句 不怎么提 应该一般情况下不会想到 他你知道吗 他那种当时 唇爱到什么地步 他给我写那个纸条 拿了那种两个这么大的铁盒 才把它装了 两百多封 这么牛逼啊 对不只是小纸条 还有各种他写的小作文 各种各种手写信 然后当时 我就每一封都保存好 然后就两百多封 然后我给他写的 他就 就是沾了整整一本 火焰 那跟我一样穿 我也很穿 我有点不信 真的 哪有第一次认识 才认识一天 就叫别人去家里的呀 第一 认识一天去家里怎么了吗 就是我们又没干什么 对不对 但是还是那个 当时吓了我一跳 我说 我说妈呀 我家又不是有鬼怪 我电视机里面 又不会专出一个针子 然后专出来把鸟子 被窝里也没有 也没有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叫什么 你别吓我 咒月 咒月里那个小孩 真的真的很怕那个 你放心 我这我家就阳刚之气 为什么 因为来的都是男人 全是男人 那我是什么呢 你呀 你算是你 你算是就是我给这个房间 稍微增加了一点点阴气 啊 我是阴气 但没办法 就是阳气太重了 调和一下 是的 我地毯上有很多烟灰 我是不抽烟的 但是我朋友他们 就今天来我家疯狂抽烟 真的 我往地毯上丢了 没有 就被谈烟灰的时候 就谈上去了 嗯 后面我学聪明了 然后把他们都塞外面 哈哈 哎 你觉得如果一个女生跟女童啊 你会觉得她是女童吗 我不会啊 我的天啊 给你看个照片 就是 反正我可喜欢和这个小女孩玩 因为她长得很湿 我们学校很多小女童都挺喜欢她的 这个 嗯 有点卡 你手里有那么卡 不知道啊 你这个没网 我这不是没网 有网 我有点不信 就 没有 我这边确实就是信号 离信号台有点远 但是她是有网 有WiFi的 你要想脸 你可以脸 不脸 嗯 别脸吗 又不会到你Q号 因为陪着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她就 特别喜欢抱着我 然后我就 每天跟她 就是那种 像死女童一样 然后 她们这种人觉得我是女童 我也会觉得你是女童 怎么才能不像女童呢 怎么才不会像女童 我也不知道 你靠近一点吧 你靠近一点你就不像女童 我也不信你 真的 真的呀 你这种技巧 没有技巧 全是真诚 全是真心 不行 这样你把包拿过去 拿到没有 你怎么那么好笑 干嘛 这个包就是 这个包就是那个 一公一 鱼公一山 那个山 你知道吗 这样子 这样子不像女童 真的吗 真的 你还挺会料的 没有没有 我不会料 我是 我有直男 信 这 这都是被动经验 这都是经验 太会了 我那么谈了 要谈这么久 如果 如果就是跟女生相处的一些经验 都没有的话 那我估计我谈不了这么久 我看一个星期就没了 真的 嗯 那那我这种一般一个星期就没了 你这种一个星期就没了 那说明就是你 你太渣了 你谈了也都算 你都不能用绿人 但其实怎么说呢 你对我谈你第三任 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 哎 你把脖子 脖子伸直 我看看你脖子 脖子有多长 脖子不给你看 哎呦我开一散 好吧 好吧我不看了 感觉我根本就不会弹 每次弹都会被 我第一次弹也被女生 真的吗 嗯 为什么 你跟我纵了一杯 你是弹个绿体质 你是弹个绿体质 嗯 嗯 哎 他没断啊 嗯 等一下 我以为他断了 哦 你疼不疼啊 你疼不疼啊 有多疼 哎我说是 我是说你做爱 你说呢 第一次都会比较疼 你疼不疼啊 讨厌你 你讨厌我干嘛 你疼 你为什么要讨厌我 疼 疼 嗯 我 我想一想 第一次本来就痛的 不光女生痛 男生也会痛 你知道吗 你痛的屁 我当然不痛啊 我说我第一次做爱的时候 我也很痛的 但我现在不痛了 多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但是我 就是 因为第一次经验不足 就会痛 我服了你了 我们今天抹了这么多润滑油 这么多润滑油 这么多润滑油 怎么会痛呢 已经把疼痛降到最低了 哦 撑一下 撑一下 脸 我生气 你生什么气 我觉得你成本也太低了吧 一瓶强爽直接给我干 就一瓶强爽就 就就拿走了你的第一次是吧 嗯 这有什么叫成本 你知道吗 成本这两个字 用在 就是 用在男女之间就成为了爱情买卖 你知道吗 这这个拿这个买卖 对啊 爱情买卖 拿这个买卖 你是不是想爱情买卖吗 是不是你觉得成本太低了 嗯 你强爽 嗯 15块钱的价格 对吧 嗯 你觉得你 你觉得值多少钱 你自己误化你自己你知道吗 这叫自己误化自己 讨厌你 没事少上自媒体 尤其是抖音 因为抖音很多人在宣扬一些不正确的价值观 容易让女性自己误化自己 我觉得真是便宜 怎么便宜我了 抢爽不 抢 抢爽难道不是钱买的吗 生气 啊 抢爽难道没有给你带来快乐吗 这也太荒谬了吧 怎么荒谬了你告诉我 就是 荒谬 荒谬了什么了 根本就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你说呢 你再问那么清楚了 我都问你了 我刚刚 我记得我刚刚怎么问你 我说 是 是不是 你听我说啊 是不是你硬要让我操你的 哇 你真是会说了 是不是 我说了 我说你要不 你要不想跟我 不想跟我做的话 我就去洗澡 那这是不是怪你提出来了呢 你要不想跟我做 凡事怪你对不对 我提出来没带人 你一定要跟我做 我说你要不想跟我 点不点头 我说你要不想跟我做的话 我就洗澡 我就睡觉去了 结果你不让我洗澡 也不让我睡觉 那你不能洗澡 就一定要跟我做 什么子 大半夜孤男寡女 你让我跟你玩什么 你不就想玩 那方面的事情吗 镜头前的兄弟们 你们有任何 泡妞情感上的问题 都可以联系我本人微信 Mikey91DS 我会在朋友圈 每日分享我的泡妞心得 帮助兄弟们少走弯路 多拿结果 早日实现情感自由